2021年11月2号星期二 大约100个国家签署了欧盟的倡议 在2030年之前 将甲烷这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减少30% 这种气体在比例上比二氧化碳更强大 这可能是COP26的重大突破 在气候峰会的历史上 世界各国领导人首次承诺 解决一个迄今为止奇怪的被忽略的威胁气体 就是看不见的甲烷 87个国家已经签署了全球甲烷公约 这是美国和欧盟的一项联合倡议 其目的是到2030年将这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减少30% 乍一看 这似乎不如与二氧化碳的斗争 困扰人们的二氧化碳占美国或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量的80%以上 而甲烷只占10%到11% 它在大气中的寿命只有9年 被二氧化碳的寿命短10倍 但是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今年夏天警告说 短暂的甲烷比二氧化碳具有28倍的变暖能力 其中农业是主要的排放源 而在肉类需求增长的刺激下 牛群的增加是主要因素 欧盟委员会农业农村发展和渔业专员苏菲斯佐帕当时说 从现在到2040年 将甲烷排放量减少45% 将有可能避免0.3度的气候变暖 甲烷是一个对政治和经济领导人更有吸引力的杠杆 因为解决方案已经存在而且价格低廉 效果立竿见影 乔拜登在格拉斯哥说 这是我们在短期内减缓变暖的最简单和最有效的策略 美国环境保护署将于周二公布新的规则 要求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堵塞其设备的泄漏 大约涉及30万口井 如果包括废弃的油井则高达100万口 他们将能够通过出售回收的甲烷来支付这笔费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